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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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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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一百怎么不打的 昨天大多一个אל人 何 ERIC和3ousseau在决定上 中施分的方法 一百六十万区 我们可以证chez 100000花点 覺得今天這樣說95%才能放寬 其實是自綁手腳 其實袁國勇那篇文章是怎麼說呢 他說如果夏季氣溫上升 病毒環境存活率低 同時在較高的環境溫度下 被感染之動物產生新冠病毒的數量較少 肺炎亦較輕 如本港市民疫苗接種率能超過95% 建立足夠抗疫人性 政府即可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放寬防疫措施後廣泛落實疫苗通行證 尤其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學校、餐館表列場所 政府設施和商場市 均需使用疫苗通行證 疫苗通行證之目的乃保護 而非懲罰未接種者 以免未接種者在該場所受感染 而出現重症或死亡 她說得很清楚 林鄭的回應是說 距離95% 也未到 所以現在不斷推高接種率 如果你說那一個數字是自綁手據 她的意思就是這樣說 喂 你去不到這個標準就是你的問題 大哥 那你圓國的說法就是 喂 她還有其他的配套設施 對吧 喂 你沒有去 她確實地回應 她們這篇文的建議 對吧 她是專家跟你談過的 我想一定跟你說過的 對吧 那你現在害怕什麼呢 她說那些人會害怕 現在都害怕你而已 沒有人相信你 最慘就是 那關鍵就是很簡單 沒有人相信你 對吧 很多年前我已經對著她這樣說 她現在不相信你 所以 就是 袁國勇他們的說法就是 當接種率到95-99% 隔離、檢疫、住院、門診服務 就已經可以應對 這個 就算出第六波也應對得到 那其實 就是 你可能中共也不喜歡的 是不是 你就是躺平而已 現在叫做 是不是 與病毒共存 就是躺平而已 是不是 袁教授他們的篇文 後面有一段 都值得在這裏 跟大家講一下 緬懷忘者 尊重科學 就是他們始終都是專家 也是學者 是不是 都有些所謂人民關懷 是不是 他說這一次疫情 是香港現代史上 最嚴重的公共衛生災難 我就認為這個是 香港現代史上 最嚴重的人為災難 這個人 就是林鄭月光 和她領導的政府 當然還要包括 縱容她 姑息她背後的主子 北京主子 共產黨 當然她是一個專家 她當然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說 是吧 是 就是 香港現代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災難 其實這幾年 香港發生的就是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人禍 原教授就說 我們應該對第五波逝世的患者和家屬 致心切哀悼 疫情結束之後 就要為亡者 應該為亡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免爲疫症中喪生的港人 更加要提醒民眾 必須相信科學 尊重真相 免受謠言侵擾 所以這些 君子可以欺其方 怎麽謠言侵擾 就是你的所作所為 這個政府的所作所為 令到大家 是不相信你 怎麽相信科學尊重真相 就是你所說的一套 還是他所說的一套 他現在是抗疫主席 你袁國勇是政府專家 你說的他都不聽你說 這篇文章 他會不會從頭看到尾 我都打個問號 反正我們這些 就會拿這篇文章出來說 2021年香港足足有九個月 接種疫苗的黃金機會 但是當時疫苗猶疑 以及錯誤信息 充斥社會 你說科興就沒人肯去打了 大量長者 長期病患者 及其家人 出於對政府和疫苗的不信任 未選擇接種 最終導致超過四千名腦弱 染疫死亡 這不是說得很清楚 出於對政府和疫苗的不信任 幾位教授都是這樣說的 他當然不會有什麼意見 他不會說為什麼不信政府 最多是錯誤信息 有很多謠言 政府沒有透明度 可以這樣說 立法會是廢的 沒有監督力量 傳媒又清一色 所以你說這些多重要 言論自由多重要 新聞自由多重要 法治多重要 人權多重要 他說 事實上 錯誤疫苗 資訊得以廣泛流傳 傳者有責 知者不糾正有責 民者不核實有責 這些就是書生 個個都有責 政府就沒有責 這裏沒有說政府有責 傳的人有責 傳錯誤信息的人有責 知的人不去糾正也有責 聞者不核實有責 聽的人不去fact check也有責 你不關政府的事 政府就無責 這些就是書生 事情發展至今 政府官員醫學專家民間團體 應共同合作宣傳正確的疫苗資訊 針對疫苗猶疑 深入社區詳細解說 全球大量科學 其刊及醫學文獻均顯示 接種疫苗 益處多於副作用 諸國經驗均明確得出同一結論 疫苗能減危重症及死亡之風險 而衛生防護中心現時 掌握強而有力的本地數據 足以證明疫苗效力 經過這次教訓 市民應該抱客觀理性及科學精神 去思考事情本質 及早讓腦弱接觸 使香港盡早復償 避免下一浪醉 再有大量港人喪生 這段我也沒有意見 說得對 但是 但是為什麼 人們不肯去接種疫苗呢? 不肯去接種疫苗呢? 不肯去接種疫苗呢? 為什麼不相信呢? 例如我們在台灣 我打了兩制 但是 我幸好沒有什麼 副作用出現 連發燒我都報 第三劑我下個月就去接種了 還有 你在台灣 在台北車站 你沒有登記 都可以進去接種疫苗 抓住健保卡 人家是這樣的 但是沒有 是吧? 當初這裡也為了疫苗 也有疫苗猶疑 也敲一輪 BNT 復必泰 復必泰 共產黨 又落手腳 也敲一輪 因為政治原因 是吧? 慢慢的 疫苗齊齊的時候 是吧? 大家就去打 連本地出的高端 是吧? 都去打 是吧? 那些年輕人最少打了兩劑 這裡的接種率是很高的 所以為什麼這裡 這個所謂Omicron 它爆得不厲害 是吧? 我們不可以說 控制得到 但是至少 現在都是幾單 有時候最多是十多單 是吧? 那你用的是慢慢的 是吧? 袁教授這篇文章就說 大家客觀理性 科學精神 去思考事情本質 喂 不是不去思考事情本質 然後 因為政府發放信息的做法 是令到大家不相信你 和對這個政府所作所為 大家已經有一個套版印象 特別是對林鄭月娥這個政府 怎麼相信你呢? 是吧? 還有你看到現在死那麼多人 喂 那些官是毫無所感的 你明白嗎? 他是關人交事四個大致的 你看到那些官 你那些主要官員 那些司長是誰走出來 喂 表示現在對那麼多人死 他感到很悲傷 或者很難過 然後政府可以動用一切的資源 去做補救 是不是? 你不要等到那個臉防師去答師 醫院又沒有病床 是不是? 死無葬身之地 喂 全部是你政府的責任 你無所感的 這些高官全部是 那麼多人枉死 那麼多人確診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高官走出來說話啊? 你這個混蛋 那些財政司司長 還要量到那些死竅 是不是? 到現在為止 喂 那些消費券都未發了 大哥 還未登記啊? 你真是 你看到澳門 乾手正腳 就跟他舊紀錄派錢 現在是什麼時候啊? 還要消費券 又要登記 是不是? 是嗎? 還要立法會立法叫人拖租合法 你真是 乾手正 他就有人派一萬就可以了 是嗎? 哪有舊呢? 你說 香港現在 搞到這樣 喂 你那些高官 沒有過走出來說話 無所感的 大哥 麻木不仁的 基本上是 這幫不家產 全部都應該拿去槍斃 你真是 休息一會 你怎麼不想 冷靜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